大家好 我是蓝爸爸 开始之前呢 咱们先纠正一下上期的错误 龙造寺家的本家应该叫村中龙造寺 我给说成中村龙造寺了 老观众应该都知道啊 这属于我的日常操作 我经常呢会搞出这样的错误 好了今天啊 咱们来讲日本战国大名 郭岛之茂 郭岛之茂生于1538年 出生地在日本九州岛肥前国 左家郡本庄村 小名炎法师丸 通称孙四郎 本名郭岛信生 由于一生改了好多名字 所以咱们为了方便呢 就以直茂来统称 直茂的父亲乃是水江龙造寺家祖 龙造寺家间的家臣 郭岛清房 他的母亲呢 是龙造寺家间的孙女华熙 这个华熙啊 是家间的嫡长子 龙造寺家传的女儿 而龙造寺家传 正好是肥前之雄 龙造寺龙信的爷爷 等于说呢 郭岛之茂和龙造寺龙信 是表兄弟 亲骨表 在1541年三岁的时候 作为家中次子的直茂 受主公龙造寺家间的命令 被过继给了肥前国 小成郡的千叶应连 这个千叶应连 也娶了龙造寺家传的女儿 所以说呢 本身是直茂的姨父 1545年水江龙造寺家被肥前守护大名 少二氏诛杀 幸存下来的龙造寺家间 带着自己的曾孙龙造寺龙信 逃到了祝后 而直茂的父亲过到清房 却趁着这个时候解除了直茂 与千叶家的养子关系 因为他虽然是老二 但是是嫡出的 老大是树出的 本身呢 就不愿意把他过继出去 只是迫于主公的压力 第二年龙造寺家间 在祝后蒲池寺的帮助下夺回了水江城 重新复兴家门 并显得很快就年迈去世了 龙造寺龙信作为指定继承人 接任了家都 直茂的父亲郭道清房 作为辅佐 关于龙造寺家与少二氏之间的具体恩怨 咱们在上一期已经讲过 没看过的朋友呢 可以去翻看 1548年直茂的母亲华西去世 而龙造寺龙信的母亲 庆尹尼也在前几年少二氏发难的时候 失去了丈夫 这时间一长 两个孤独的灵魂就碰撞出了火花 在1556年 龙信的母亲庆尹尼 嫁给了直茂的父亲郭道清房 这样一来 直茂与龙信不仅是表兄弟的关系了 而且还成了一家人 属于亲上的家亲 再加上已经18岁的直茂 才能捉住以表堂堂 继母庆尹尼对她是非常欣赏 于是极力的要求龙信重用弟弟之茂 最终龙信听了妈妈的话 在这之后呢 也确实非常的信任直茂 有事也愿意跟他商量 郭道清房也将郭道家家都让给了直茂 据说呢 就是在直茂的策动之下 龙信在1559年出兵消灭了宿敌少二氏 正式开始了对肥钱的统一 1570年 九州霸主大有棕林 派遣六万大军攻略肥钱 龙造四家在左家城进行垄城 以应对敌方进攻 起初两家互有往来 谁也没占到便宜 当然呢 对于弱势的龙造四家来说 时间拖得越长 对自己越不利 不久之后 大有家总大将大有钦针 以三千精锐强攻左家城 在城池北面的金山部阵 据说在开战之前 大有针针曾进行过占卜 结果呢 是凶兆 但是他不以为然 只是象征性的延后了几日 就下令准备发起总攻 进攻前夕 为了提高将士们的士气 大有针针举办了酒宴 提前庆祝胜利 一个个都喝得醉醺醺的 这个时候探听到消息的直茂 敏锐地察觉到了机会 立即向龙信建议 如今敌方提前举办酒宴 都喝得差不多了 正是最松懈的时候 应该马上组织精锐 向对面发起夜席 要是等第二天人家酒醒了 咱们可就要面临一场恶战 龙信听了直叭嘀嘴 因为对方援军雄厚 如果贸然出动 很可能被人家一锅端了 犹豫不决之际 只好把家臣们都叫来 开作战会议 结果会上家臣们 你一言我一嘴 争论不休 最终大多数人认为 直茂的提案风险太大 属于愚蠢之计 应该继续垄成防守 此时龙信的生母庆尹尼 送来了一封书信 小之厉害 劝说龙信采纳直茂的意见 很显然是直茂觉得 自己的计策难以通过 这才提前去找了自己后妈 来劝说自己哥哥 最终啊 龙信还是听了妈妈的话 以直茂为首 编成了一个500人的棋袭部队 趁着半夜溜出城去 悄悄绕到敌营背后 等到未明时分 直茂命手下用铁炮 向敌方大满营内射击 并且大喊 有人倒戈 酒还没醒的大悟军 一时间懵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叛变 纷纷起来抓叛徒 乱作一团 这个时候直茂率领500人冲入敌阵 在混乱的掩护下大坎大杀 城里的友军看到直茂继次奏效 倾巢而出 配合进攻 一战下来 敌方总大将大友亲针被逃死 部队损失近2000人 其余四散奔逃 这一战可不得了 这可是挫败了九州霸主 大友家的锐气 不仅奠定了龙造四家 在肥前的地位 而且还确立了直茂 在家臣之中的头把交椅 为了纪念这次胜利 直茂特意将自己的家文 从剑花林 改成了大友家的姓叶文 此后直茂可以说成了 龙造四龙信最离不开的人 不管啥事 都要先听听他的意见 两人的兄弟情谊 也一如既往的良好 在随后龙造四家 统一肥钱的作战中 直茂鞠躬至尾 战绩捉住 被人们称为龙造四的人亡门 这个人亡啊 就是咱们俗称的横哈二将 佛家的两大护法金刚 一般立在寺院的山门左右 以避除妖邪 密记金刚在左 纳罗岩金刚在右 所以啊 有两位金刚守护的门 也叫人亡门 那么这个外号的意思就是说呢 直茂就像龙造四家的守护神一样 1580年 随着大友家被强势崛起的岛金氏打败 龙造四家开始疯狂蚕 大友家的领土逐渐成为了九州三强之一 新满一族的龙造四龙信 在当年隐退虚谷城 家都让给了儿子龙造四郑家 由直茂担任后建 龙信开始沉迷酒色不问郑事 几乎把家中所有的事都交给了直茂处理 据说直茂数次劝谏龙信 不要放动自己 但是都被驳回 以至于兄弟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疏远 1584年 龙造四家与岛金油马联军在冲田坠大战 具体的过程咱们上期刚讲过 可以去参考 总之直茂在战场上建议龙信 不要盲目出击 避开岛金家的锋芒 而龙信依反常态 没有采纳直茂的意见 认为自己兵力占绝对优势 下令总攻 结果导致全军中了岛金家酒的吊野服 不仅葬送了家中所有支柱 连自己都死在了战场上 这里要提一下 五位龙造四四天王成员 在这次战斗中死了四个 四天王有五人 这个梗一般是指龙造四家 原因是在不同的历史资料记载中 享有四天王称号的龙造四家臣有五位 分别是成聪信圣 白武贤奸 江里口信长 元成寺信印 木下昌直 除了木下昌直以外 其余四位都在此战战死了 像这种四天王有五人的情况 并不是龙造四家独有 其他家族和史料记载中 也有很多类似的事情 因为有时候个别成员会升迁 这样跟其他成员就不属于一个级别 自然也就不能并举 还有些时候会有成员战死 那么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其他府和资格的家臣 顶替他的位置 于是就造成了这种状况 本身我觉得这个岗不知一提 但是有不少小伙伴在留言问这个事 所以就说一说 直茂在听到龙信去世的消息后 非常的悲痛 本欲自财殉主 是旁边的家臣死命劝谏 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也顾不上龙信的尸体 立即撤出了战场 退回到肥前左家城 严阵以待 当时由于龙造四家的惨败 很多依附于家中的国人和土豪 都倒向了岛金家 是直茂全力辅佐龙信的儿子 龙造四郑家 才挽回了些许颓势 据说岛金家曾经想把龙信的手机 还给龙造四家 但是呢 却被直茂言辞拒绝 很多人诟病直茂 说他冷酷不忠 但我觉得呢 岛金家肯定是提了条件的 手机还给你 你们投降 那要我的话 我也拒绝 人都死了 又个脑袋干嘛 后来在直茂的主岛下 龙造四家又跟岛金家达成了狗合 向岛金家表现的很公顺 那么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的话 这应该是直茂的运作 才让龙造四家得以继续独立 你想啊 一场核战下来 家里的栋梁和主力损失殆尽 大量的附属力量倒割 掌握实权的家主也死了 留下的当家人才能平庸 根本无法应对这种状况 这种情况下 能保住家门就很不错了 要没有直茂 龙造四家估计这个时候就没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直茂在这段期间是有功的 虽说暂时跟岛金家达成了和平 但是呢 自冲田坠之后 整个九州之内再无岛金敌手 等他们收拾完大友家 下一个就是自己 现如今唯一的办法 就是期待外部力量的介入 当时的猴子风尘秀吉 已经做了天下人 只有他能调动全日本之力 征法岛金 所以啊 在早些时候 直茂就已经跟猴子互通书信 一直催促他赶紧出兵九州 当然呢 旁边比他还惨的大友宗林 更是亲自前往大阪 求猴子出手 终于时机成熟 在1587年 猴子发兵20万直到黄龙 直到猴子大军将至的直茂 眼泪都流下来了 终于把旧姓判来了 立即宣布与岛金家决裂 派出精锐部队 营救出了大友家名将 丽花周茂的母亲和妹妹 并且与丽花家联合 组成先头部队 率先向岛金发起进攻 随着猴子大军进入九州 岛金家也无法抵挡 只好屈服 由于先期直茂出色的运作和行动 猴子保留了龙道四家 肥钱国七郡 309902弹的领土 同时单独授予直茂3万弹 加上他儿子圣茂一同受封 郭岛家总共得到 44500弹的领地 直接进入大明之列 并且猴子命令 由直茂代替龙道四郑家 处理肥钱国事务 第二年 直茂便开始在整个龙道四岭内 使用自己的印章 发布政令 大肆宣示他的支配权 真正的国主龙道四郑家 完全成了摆设 而猴子这边 也是越来越看好直茂 先后授予龙道四郑家 和直茂的儿子郭岛圣茂 封臣性 这样一来 就使得龙道四家 与郭岛家的地位持平 变相帮了直茂 很显然 这是直茂 一直积极主动的 向猴子表忠心的结果 那龙道四郑家 为啥就得不到猴子的青睐呢 很简单 此人过于平庸愚钝 据说在猴子征伐 岛金期间 郑家陪着猴子下棋 没个三招两拾 郑家就输了 然而呢 他却非常的不解 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输 也许是对自己的起义很有信心 于是就在那盯着棋盘看 想要找出自己失败的原因 旁边的猴子 见他一直在那名词苦想 也不作声 于是心生倦意 有些厌烦 招呼也不打 起身就走了 结果郑家却头也不抬 继续死死盯着棋盘 一直等猴子人都没影了 他才火烦大悟 自己竟然怠慢了如此重要的贵人 九州征伐以后 郑家保留了肥前一国的领土 照理说 这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他却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认为猴子亏见了他 因为他们家原来可是号称 五州太守 站着我呢 他就不想想 要是没人家猴子 你现在连家名都可能没有了 很快 隔壁左左城镇的肥后国 爆发了国人一魁 猴子命令周边大明出兵镇压 结果呀 郑家却因为领土的事情 有介怀 而按兵不动 这让猴子非常恼火 以至于要严惩郑家 最后还是人国道执帽出面 给他编了个理由 又使劲求情 才免于一难 你就说 就这样的人 猴子能看他顺眼吗 没多久 郑家就因病退居二线 在1590年 让四岁的儿子龙造寺高坊 继任家都 执帽继续代理国政 收高坊为养子 由此可见 此时执帽地位之高 1592年猴子出兵朝鲜 执帽率领龙造寺家臣团 加入了远征 据说在两次争吵期间 执帽一直身处战场 没有回过日本 相信他也很明白 这是一次让众家臣 与龙造寺家剥离的大好良机 同时还进一步拍了猴子马屁 你看我多想应太阁的命令 泰戈说争吵 我就耗得朝鲜不走了 通过这次长期的在外军事行动 龙造四家的家臣 与执帽建立起了 军人之间的服从关系 更加的倒向了郭导家 以至于道书有传言 说执帽与郑家不合 甚至执帽曾想毒死郑家 当然了 这些都被执帽否定了 猴子去世之后 官员之战在1600年打响 执帽在表面上 让儿子圣茂加入了西军 但自己却让人用500罐银钱 买了好多大米 送到了老乌龟儿子 德川秀忠那里 据说这个举动让家康很满意 说执帽是个明白人 果然呢 东军胜利之后 执帽立即向家康表示公顺 然后进攻西军 在九州的剩余势力 参与攻打了 丽花松茂的柳川城 并且摆出架势 准备应对 还没有臣服于家康的岛金士 一系列动作下来 老乌龟也被他哄得很开心 于是龙道四家的领地 又被允许保留 进入江湖时代 幕府在肥乾国建立左鹤藩 龙道四高房为藩主 然而 由郭导家接受龙道四家 善让的呼声 却一直很高 甚至龙道四家自己的成员 都非常支持这么干 龙道四高房 本想跟幕府交涉此事 结果呀 幕府表示默认 所以很快呀 在幕府的认可下 直茂的儿子郭导圣茂 就继承了左鹤藩 直茂为后建 郭导家成为了 拥有35万七线代领土的 一方藩主 1607年 龙道四高房 因为对郭导家的憎恨 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他老婆是直茂的养女 然后想自杀 结果被随 直茂立即向高房的爹 龙道四郑家上了责难书 说我执掌国政的权力 是太阁殿下和大御所殿下 分别授予的 都是合法的 你儿子杀我干女儿 这是干嘛 等他回来 我定要问责 结果呢 高房趋意已决 很快啊 就再度自杀 这次成功了 郑家得知自己儿子死 死后也急火攻心 随之而去 自此 龙道四宗家断绝 只有一些支脉留存 由于龙道四家 与郭导家之前是君臣关系 所以民间啊 一直都有议论 说郭导家得位不正 甚至到了二代藩主 郭导光报时代 直茂的曾孙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郭导画猫骚动 就是因为这两家的恩怨而起的 这个故事啊 我在会员专享视频里讲过 这里就不再赘述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网上查一查 或者也可以加入会员 去观看咱们的会员视频 直茂也是因为自己 曾长期作为龙道四的家臣 而没有出任左河藩的初代藩主 只是被列为藩祖 1618年 80岁的直茂病逝 虽然很长寿 但据说呀 在最后时期 耳朵里边长了一个很大的流子 非常的疼痛 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死的 人们都认为呢 这是龙道四高黄的怨灵 在作祟 最后关于郭岛之茂的评价 我觉得猴子说的非常中肯 此人有取得天下的智慧和勇气 但是霸气不足 好的 今天的故事 咱们就说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